弟弟 花儿真好 我从小就有的偏头痛 竟然叫你给安好了 你这双手 是不是有萌的呀 要不是明天还有事 真该叫你安安其他地方 不仅这一天 你的眼睛 问过你很多次 你也不说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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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干嘛呢 怪我的好事 可惜了 送你个臂喜 能活血 说不定对你的眼睛有用 那个瞎子什么时候从按摩员滚蛋 陈少 我敢保证杨凡今天就得滚蛋 变成一条流浪狗 东方包的客人只没要紧 跟你说多少遍了 眼睛瞎了耳朵也聋了是吧 哎江子 竟然是你偷漏我的祖传笔器哪里 辣 辣 辣 你的肩骨偷的厉害 这叫气虫骨 再不压制利器在乎里头啊 瞎子 和我传家宝还敢打我 他妈给我站住 喂 杨辉 叶木琴在凤凰包 绝对不要让任何男生靠近叶木琴 否则咱们店里关门 杨帆已经上去了 杨帆说要摸一摸叶子 你皮肤润不润 我拦都拦不住 还把我给打了一顿 出去 腰背这个王八蛋 夜总是想躺着呀 还是趴着 你知道是我 虽然你知道是我 你还敢进来 我不管陈霞待他 十分钟都得给我赶大 否则 还是个电别闪开了 夜总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 尝试什么 给我滚出去 我尝试什么 给我滚出去 叶总的声音不对啊 急促尖色又浮躁 这是命毛福建的表现 你尝试什么 你听听这四个字 忽高忽低 如果再喊下去 就会从尖锐变成撕裂一般的沙哑 不应该啊 我听过叶总的声音 是圆润的 属于金声 富贵之声啊 声音的变化 说明叶总要不就是有病 要不就是有伤 在这儿 如果是病 叶总应该会出现腹痛 时而差气 晚上应该会被痛起 或者抽醒吧 如果是伤 伤 你不说二次不来 你别想去干嘛 一般的伤也不至于 除非刚刚做了抛肤产啊 你 有的病得吃药 有的病 用一只手就可以解释了 所以 叶总 还是躺下吧 你是阿牧师还是明医生啊 我听过万文问妻 你已生来边 历经磨难 体会世间百态 皆老夫传承 以相处为根基 一鼓心向山 武阵兵法道 命中人出现 就是你的复明之日 你是你 龙城之父 瞎眼当天得了传承 也算因祸得福了 算是旺 只是眼睛看不到 用的是耳朵 我确实有腹痛和插起的毛病 尤其是晚上 睡醒了 浑身抽搐 我也找过这方面的专家 可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你真的有办法吗 放心好了 叶总 你得躺下呀 你看得见 不用看 通过肌肉的反应 我就能知道了 没任何男人能这么接触我 我今天是怎么了 叶总 四点之前没事吧 你们这要干什么 因为你会睡到四点钟 是 你怎么了 送你去医院 怎么了 是不是你送我去的医院 你得不住了 复明了 你怎么了 我看到了光 所有忙人都渴望光亮的吧 好可怜啊 你的红色预袍很漂亮 已经御医而已 红色 你看得见 你竟然能看得见 你是我心中的一道光 能看见你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你认不出我了吗 那你想干嘛 你听我说 我瞎的那天晚上是你把我送到医院的呀 妈 我说怎么那么眼神 竟然是你呀 在那一刻 我看到了你的脸 然后就陷入了黑暗 是你及时把我送到了医院 保住了我的眼球 也是你让我重建了光明 送你去医院没错 但你要说是因为我让你复明的 你还能再更胡说八道一些吗 事实就是这样 你可以不信 但是我决定了 怎样 我要用我的一辈子来报答你 你结婚了吗 我没结婚也没有男朋友 但是 你没有机会 你没有机会 三个月追上我 你也太自信了吧 三天 把我当什么女人了 多年孤独桃花已现 于三日后彻底绽放 也就是说 在你生辰日的时候 将会遇到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你别说是你 你可以走了 命中注定是拆不散的 从你的面向观运势 你很快就需要我了 下来没叶总下来没 表姐人还没下来 每天开早会的时候我都会说 绝不让男济师接近叶母琴 当老娘说的话是放屁啊啊 表姐 谁知道杨范回去凤凰包 他吃了雄心包子咋了他 要不看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当时叶总的面 把他给开除了 或许叶总能相信 开除必须开除 开除了 童谣 看你做的好事 杨范 你说你一个瞎子 我表姐给你一口饭吃 你竟然想方生法的嗨我表姐 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表姐你看看死瞎子故意的 杨范 我刚送走客人 是瑶主管向我去的凤凰帽 我没有 瞎子胡说 你们有谁听到是我说的吗 明白 店里边有监控 程姐如果想看 时间大概在一点五十左右 监控坏了好多人都知道 我不信你不知道 表姐 她眼坏了心也坏了 老板给我饭池 我只有尽心尽力地工作 我怎么可能砸大家饭碗 你砸的不是大家的饭碗 你砸的是大家伙吃饭的锅 这个店 是我死去的表姐夫 留给我表姐唯一的东西 是她生活的保障 你 你还是不是能 我真的看错人了 给老师刀刀不死你 表姐你看 杨凡你够了 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叶总 杨凡的行为啊 和店里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已经把他开除了 你就消消气 叶总啊 虽然他是个死匣子 他也不能玷污了您的清白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说人到死 一口一个臭匣子 我看你是缺脚痒 杨凡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 你过来给叶总晒谅耳光 我不喜欢晒谅耳光的人吗 当然不是 叶总您最文静了 姚伟 你说是吧 是是是 刚才是我的脸呀 不小心碰到叶总的手 叶总呢 人美心甚 声音又好听 别打包了 我只需要一句话 你的工作就没了 后悔了吗 叶总 我就是个寡妇 这店里这么多张嘴呢 您就发发善心 不要牵连店里 她 活不错 她 活不错 现在感觉是不错 是不是真有效果 不要过着 至于你说的三天 趁早死这条心 叶总您慢走 叶总您慢走啊 强姐 你还要开除我吗 你听错了 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吗 来来来 快跟我说说 你到底是怎么把叶总给征服了 当然是靠她了 这么神奇 本有空啊 也给我安安 了解你慢走 你拿了陈金峰的钱 倒是挺卖命的呀 成姐没开除我 你到陈金峰那不好交代吧 那你回去告诉陈金峰 让她多看看这个世界 她呀 很快就看不到 你妈 我看你妈 我看你妈 我 我看你妈 腰之冠被打出血了 完了完了 啊 你们快看杨凡疯了 这个世界真美好啊 杨凡把姚主管打出血了 以后美好日子过了 总嘀咕自己能看见 能看见个啥 我看八成是疯了 就是 就是 杨凡啊 你快跑吧 哎 凉凉你别再美前换衣服了 我能看见了 杨凡 你脑子被吓坏了吧 我帮你跟姚主管说说吧 真美事啊 我没说错吧 叶总去要我 讲得美 我是来叫陈下把你开除的 是吗 今天是商量你的终身大事 我给你十五分钟 滚回来 不过呢 我可以给你一个将功底棍的机会 你是我的命中人啊 有需要直接说 有嘴花舌 跟我走 去玩啊 陈赵 今天出了点意外 您您别 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我摇你有什么用吗 陈赵 您放心 我一定要是杨凡 不得好死 杨凡 老子儿 变成真正的吓死 有事儿 有事儿 杨凡 应该不是故意的 您打也有打料 能不能给他一次 来 喝 这是什么 进口的女朋友 非常的带劲 你把它喝了 我把杨凡放了 真的吗 那我替杨凡谢谢你啊 不行不行 我把杨凡放了 我 爷爷 叶不清明知道 陈金峰为他登门 带个男人回来 什么意思啊 他是在给爷爷您上眼药啊 哼 咳咳 我说怎么看着像 我说怎么看着像季师一装 哪家按摩店的 叶在那边都让你给丢尽了 我立排中一 把你服上的总经理的位置 就是让你在外边胡搞的吗 不值羞耻的东西 爷爷 你误会了 还想狡辩 爷爷 我觉得叶木晴现在 已经完全不适合总经理的位置了 嗯 是该重新考虑总经理的合适危险 你们听啊 太让我失望了 平时文文静静的 你想到背地里玩这么严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先不要脸 我撕了你的脸 自烂你的脸 打我 你狗还敢打我 动手打人 哪来的疯狗 混杂 不知死活的东西 他是谁啊 你不要命的祸 她是我的女人 天白你不要乱说 从今天起 谁敢招悟情一指头 我就扇她一个巴掌 谁敢让她不开心 我就让她痛苦一辈子 好感动的话呀 可是你算什么玩意儿啊 滚 爷爷 叶如 你们先别生气 你说叶木槿是你的女人 没错 陈金峰来了 你要是还敢这么说 我就扶你 今天天王老子来了 她也是我的女人 你牛背 呦 这么热了吧 你怪我的好事 怪我的好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近来可好啊 很好 而你 即将不好 嗯 我哪不好啊 眼睛 还想这眼睛呢 你是不是想死啊 想报仇 来 先回东西 直接让你成为瞎子 那不是便宜你了吗 接下来第一天 你的眼睛会出现不适 第二天 视线魔魔忽兵伴随重影 第三天疼痛难忍 活活把自己的眼睛抓瞎 够东西 你也就胜嘴了 陈尚 他自称叶木琴的呢 可笑 瞎子 你要是甘愿做条流浪狗 老子还能给一条 你要是甘愿当条死狗 那老子也能成全 多睁眼看看这个世界吧 你的光明就只剩下三天了 狗嘴里吐出像眼 叶木琴 把这个男的给我带出去 叶木琴 安于现状 富贵一生 负责后悔终生 管好你的老婆 要不然你不用有一点 永远也沾下来的帽子 老爷子身体不好 是因为右手腕上的串珠 他夺走了你太多的生命力 这是我们家老爸 送了他孝心 问你什么意思 你想说我爸爸要害死我爷爷不吵 这是你爸送的 那你爸 是想害死你爷爷呀 混账 老爷子消消气 请 请进 老爷子好眼光 陈少得知老爷子身体不大好 专门去了一趟小学 纯奇大师正大师看着我 价值上百万 爷爷 您把他挂在家里 年年一收 好好好 收下了收下了 哎呀一把夺命剑 看把你给高兴 对木槿 把爷爷气死了 就没人管得了你了是吧 爷爷给你物色了 陈少这么好的男人你不要 这街上随便拉来一个男人 街上随便拉来呗 我就说嘛 木槿怎么会看上一个瞎子呢 你别说话了 哎 别不说 我倒是想听听 这七星剑怎么就变成杀人剑了 他一定会说爷爷年迈体弱 陈少无助 年迈体弱是一方面 关键是这把七星剑的 开光方式不对 和那串珠子一配合 身强力壮的也受不了 时间一长 死路一条啊 你居然敢羞辱郑大师 是不是你嘴里的郑大师 开的光 我想你比谁都清楚吧 我跟你都多余废话 不可笑无知 陈少 他这种社会底层的废物 你怕连郑大师的名号都没听过吧 哎 你既然是来做戏的 做戏是不是得做拳套了 见面你啊 第一次来夜店 空手来的 来的匆忙 所以 开了 拿出来呗 让大家长长眼啊 避袭 这个形状和文定的颜色 难道是避袭中的绝世真品 绿色精灵 什么避袭 什么绿色精灵 爷爷 绝世真品 天海集团的颜如雪 以千万的价格 净派下来 我辜负当时在场 千万 确实是颜如雪 以千万净派下来的绿色精灵 你也说了 颜如雪派下来的 现在在他手上 怎么着 颜如雪送他的 颜如雪派对 颜如雪送他的 你眼瞎了之后 你嘴也没个法子 你怎么不说 玉皇大帝送你的呢 难道是法子 他怎么可能会送出 价值千万的珠宝 你 怎么 他想打回 怎么着 被拆穿恼羞成怒啊 你一个瞎子 也想获得穆琴的放心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穆琴 我会在你生日那天 当众求婚 生日求婚 好浪漫啊 好好好 就一定穆琴生日那天了 爷爷 敢说不姿 一名女大学生怀了 她的孩子被逼得跳舞自首 你让我嫁个这样的人吗 人都是会变的 你不能总揪着 以前的事情不放的 男人嘛 结了婚 幸福就收了 这些是你的家人吗 我看是仇人吧 走 把你脏手拿开 后天了你别 玉玉 陈清风要是怀恨咱们 那咋办 陈少没有带走七星剑 没有 如果穆琴公最后没有嫁到陈姐 哎呦 杨先生 等你很久了 快来看看这把七星剑 这怎么碎了 这个呀 刚才一个骗子拿着他过来招摇撞骗 被我摔的 我看你还是瞎子呢 把千万价值的地戏摔碎 梁先生 您看错了 一个瞎子送来的东西 怎么可能价值千万 梁先生 爷爷请您来是看这把七星剑的呀 什么破通烂铁 简直你们是在羞辱我 我摔了一千万的臂喜 这个外甲玩意儿 我真想一巴掌打死你 我的臂喜 我的绿色精灵 爷爷 你就是打死叶如也没有用了 谁能想到是真的呢 那是我的千万的 据我所知 叶如雪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臂喜 他送了一个 说不定还会送第二个 沐晴 你赶紧问问姚丹 还有没有臂喜了 如果你能让他再送一刻来 我保证不逼着你嫁到陈金峰家 你们真以为这个臂喜是他的 不然呢 偷 偷的 只有这种可能了 叶如雪的被盗物 谁拿谁倒霉 叶目前就是要连和外人毁了咱们叶家 我现在以你救命二人的身份问你话 那颗臂喜 到底怎么来的 真的是叶如雪送的 他从小不是有偏头痛吗 然后我给他按过几次 效果不错 臂喜是切笔的 暂且相信你 姐姐妹妹们 我真的能看到了 对对对 你能看见了 来杨凡 看见姐姐什么尺寸呀 姚主管 你赞我们下楼开会 杨凡啊 杨凡啊 姚主管说固执救你了 你放心吧 杨凡有这么大度量 姚主管还说了 他不知道那天晚上 是叶总 要不是你的话 怎么电就倒闭了 他还说要奖励你呢 奖励我 杨凡 喜欢你好久 哎哎哎 灵灵 你干什么 啊 杨凡 我喜欢你 陈少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杨凡不死也得参 王虎马上到 北京当龙 对 就是东大街猛虎 谭林灵就是被下药了 河谷血 啊 我 这是尤为让你拿来的 嗯 他给你吃了什么吗 你 你 他认识进口的 哈哈哈 够东西尤为 哈哈哈 杨凡凡 你个贱人 狗男女老子扔死你们 杨 杨 啊 老子女人还打老子的人 活腻肺了 虎哥 是我勾引他 你个贱人 杀开老子打完他就轮到你了 啊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老子是黑金棒 关你吗 吭 杨凡 杨凡 虎哥 跟杨凡没关系 都是我的原因 我们认识那么多年 老子一直以为你是刚烈 从未动过你一直到 为什么想你是这样的刚烈 杰凡 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 杨凡 虎哥从来没有强迫过的 那是因为他有心无力 你啥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只能在女人面前干瞪眼 你那玩意不中用吧 去 你 你 他妈是羞辱我 我羞没羞辱你 你自己知道 你连这点毛病都不敢承认 还东大街猛虎 等你干个太监似的 你就 不在这说风凉话 哎 找个老中医 把这几个位置针灸一下 明天你会来感谢我的 刮了这两下 偏傻子呢 单身的人 来 等着 走啊 成绩怎么样了 成绩怎么样了 昨天晚上喝酒 到凌晨吐了能有十八回吧 可难受死我了 但基你这么压 我感觉我还能喝一斤 少饮酒 昨天的事别放在心上 我 原 你头怎么了 杨帆打的呗 表姐 我被打没关系 不然是他把 黑金帮的王虎威给打了 姚威 你瞎说什么呢 我又不是瞎子 怎么会瞎说 表姐 你看看 你看看 昨天你走着以后啊 这个杨帆就抓着我的头 猛地往墙上撞了 我被打真的没什么 他竟然和谭玲玲搞的 被王虎抓了个正常 什么 王虎找他留了 他又把王虎给给打 给抬着走的 那可是黑金帮着东大街的猛虎 死家子还有脸笑 表姐他就任何家毁了你 这种人留着他干什么 杨帆 你 姚威的头是不是你打的 是 你又打了王虎 对啊 我给了你这份工作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姚威先动的时候 他给谭玲玲下药 然后又把王虎给叫来 你要是不信 我也没办 来来来 表姐 这就是杨帆和谭玲投稿视频 我只接去了一小部分 后面的简直不堪入屋 我这妙孝容不下你这段大伙 杨帆 你走吧 王虎今天回来感谢我 感谢你 感谢你八辈祖宗吧 表姐 虎哥的确已经在路上 他可不像叶母亲那么好说话 你要是现在不把杨帆给开除 咱这地儿保证 表姐 表姐 表姐我死后 给你留下了唯一的东西 就是这家店了呀 你忍心就把它毁在一个外人的手里 任你口若悬河 一会儿王虎来了 有你好受的 哗 打着虎哥的旗号了啊 你怎么敢的 虎哥来了 一会儿虎哥问起 你就说已经把杨帆给开除了 虎哥 杨帆已经不是我们店的员工了 你随便收拾他了 我表姐也不会有任何意见 虎哥 杨帆 他可能有误会 没有误会 这小子不仅玩的 你跟女人还打了你 哥 这这地方呢 还是胡言乱语了 可见昨天被打的有多严重 像这样的死夹子 必须得大卸八块才能行 你还敢做 那虎哥没脾气吗 虎哥 你当老子没脾气是吧 不是 我是他 我给撑的那傻样 把老子当枪 他妈 混你 你不要打了 你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不这样 咱有下次 我私立的 方哥 听您的 昨天晚上三次 那久 微的感觉 太 perfect了 别人的名片 那个 药 我还用吃吗 我正要跟你说 你那个药啊 不用再吃了 珍珠 还要再做四次 你要记住啊 珍珠的期间 尽量克制 呃 嗯 客气 客气 那个 房哥没啥事 我就撤了 行 程老板 以后你的店我找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拜拜 来 我去接待一下 王哥 照着电 表姐 你还看不出来吗 你死家子把王胡姨给骗了 等王胡一会反应过来了 咱们都得大难临头 又是打神又是吃药 那杨凡又不是医生 他就是一个臭按摩的 王胡的身体要是被杨凡垮 一个都别想活 是杨凡不但骗了王胡 还骗了叶总 那怎么办啊 当然是把他开除了呀 越早撇清关系越好 可是 我的好姐姐 她可是什么 打难临头了 珍珠睡得好吗 还好 再帮我按一按吧 但是不能睡着 有事啊 带你去吃饭 你不要误会啊 是你的按摩其他的效果 不想欠别人的而已 哟 这不是叶家二小姐 叶木琴吗 徐若梦 上次同学聚会 是谁说 多次拒绝陈金峰来着 陈金峰 整个海州 能拒绝陈金峰的女人 恐怕没几个吧 老公 你今天不就见到一个 叶木琴 你挑来挑去 就挑了个这么样的玩意儿 我选择什么样的男人 跟你没有关系吧 狗男浩子 你以为我想管你啊 还不是怕你丢了我们姐妹们的脸 我跟你很熟吗 我们姐妹几个找的男人 要么呢 是世家公子 要么 是旋利的中书 好比我家明达吧 那可是工商署的一号人物 你这是 找了个 乡八老 不会刚从山里出来吧 好了好了 这是我的名片 您看一下 你最好跪着在地上把名片捡起来 能不能让我们好好吃饭 你找男人没眼光也就罢了 更没脑子 得罪了我家明达 你叶家的产业还想正常运转吗 徐若梦 你什么意思 明达 以后把叶家的审批都给卡死了 徐若梦 除了吃个饭都能碰在烦心上 明达 我们换一家好不好 好 都听你的 走吧 哎 周围先生 你没必要生气吧 我和沐晴在这高高兴兴的吃饭 突然出现一个毒妇恶心人 我不该生气吗 说谁毒妇呢 还用说吗 那个嘴你看看臭不可闻啊 像八老女找死 不用上厕所找 就看你嘴就行 明达 他欺负我 女人们之间伴随 你一个大男人趁活什么 能不能有点肚量 确实没有你刘先生肚量大呀 我家明达是什么人 有的比吗 确实没法比 知道就好 刘先生 恭喜了 恭喜 现在知道说好话了 跳梁小丑 男人们 多少要有些肚量 对 能容得下自己老婆的肚子里 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佩服 佩服 混蛋 你瞎说什么呢 你这样子 很没意思 我看 叶家是觉得自己发展太好了吧 我倒是不介意 压一压叶家的发展势头 都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刘先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老婆怀孕 让别的男人帮忙 并且怀上了 这就是大喜事啊 咱们俩喝两杯 你再敢瞎说 我吸了你的臭嘴 以后叶家的审批 就别想在我这儿过了 告诉你叶木青 这事没完 事情是还没完啊 孩子怎么说 也得九个月才能出来 你再胡言乱语一个试试 刘先生 我有没有胡言乱语 你带他上医院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你一大早去医院了吧 明达 我们走吧 我不想 明 明达 这是什么 你真的怀上了 明达 你上次不是去张院长那儿了吗 他说你的病已经好了 我想给你个惊喜来着 惊喜 我敬你妈的喜 快走 你是怎么知道徐若木怀孕了 身体有疾 可以以气的形式呈现 也会在面相上有所表现 那你看看我 我觉得呀 你现在 是不是开始喜欢我了 刘先生 杨凡他其实是好心 叶小姐 那个徐若梦 他嘴巴欠 给您造成的困扰 我身表歉意 今天就离会 啊 杨先生 要不是您 我还蒙在鼓舞里呢 非常感谢 敢问杨先生 您是怎么发现的呢 看出来的 那杨先生 我这个问题 还有办法治疗吗 简单 简单 我跑了无数家医院 吃了无数的药 没用 你呀 不就是小蝌蚪的活性不够吗 多大点事 有纸跟笔吗 按照这个方子吃 今天吃 明天见效 这么快 快不快的 你试试就知道了 非常感谢 如果有效果 必有中心 我就不打扰二位了 杨凡 可不能给人乱开药啊 爷爷 你还敢来啊 贼心不是一般的大 杨凡 我问你 碧玺是怎么来的 杨凡治好了 盐如雪的偏头痛 盐如雪 我问你了吗 小偷果然厉害 干嘛 盐如雪的心给偷了 谁是小偷啊 你是小偷 偷走了盐如雪的碧玺 偷 难不成是盐如雪送你的 行吧 你说是偷就是偷吧 把偷说得这么云淡风轻 看来是偷习惯了 但你知道这会给叶家 带来多大的危机吗 爷爷 叶木晴总把一个小偷 带在身边 我认为他已经不适合 在总经理这个位置坐了 公司出了这么大的危机 你不知道 你觉得合适吗 我们叶天海集团 从三星降到一星 什么 就因为你 找了一个不甘不敬的男人 爷爷 天海集团有自己的一套心急制度 这跟杨凡没有关系 他偷了盐如雪的避袭 天海集团调查到了 你们俩的关系 迁怒我们叶家 因此下调了我们的心急 你说有没有关系 明摆着的事 还为他狡辩 被一个瞎子吃得死死的 你贱不贱呢 我看你嘴挺贱的 怎么 又想打人啊 敢 爷爷 我马上给天海集团的 胡组长打电话 喂 胡组长您好 我是夜市集团的叶木晴 故意思为何下调了 与我们的合作心急啊 我们天海集团有专业的测评 你们叶家不达标 自然就下调了 这跟杨凡没有关系的 重点在这儿吗 叶木晴 在你眼里 一个残废的瞎子 比我们叶家还重要啊 从三星降到一星 会引发连锁反应 简直是灭顶之灾 如果你要是 能够接受陈少的窮婚 咱们面前的问题 它还是问题 放着陈少不要 选一个瞎子 真是见到家了 怎么 你不服气啊 那你去找天海集团 把星期挑回来啊 你不是说 碧玺是严如雪给你的吗 那看来你跟严如雪的关系 不一般了 你去找严如雪 解决这次危机 也没有问题 没问题 他说没问题 他自己就是个大问题 还没问题呢 叶木晴 既然带了他 就先管好他的嘴 摇满 解决星期评定问题 请你是认识严如雪 是不行的 认识 你是三岁小孩吗 这么容易被骗 摇满 当着老爷子的面 你敢说认识严如雪 不但认识 还挺熟 好大的口气 这件事你就放宽心吧 明天 甚至今天 可能就有一个好结果 真的吗 爷爷 叶木晴就这样 被一个骗子骗走心的 老爷子 这件事就交给我的 我一个朋友 和天海集团的胡助长 关系不止 我先去联系一下 看见没有 还是我们周斌吧 啊 如如 找到了好处 你看看你带回来的 这个男人 爷爷 这次累积过了 可不能再把咱们叶家 交给叶木晴呼来了 如果周斌发挥的作用 叶家交给你们两口子 没问题 天海集团下午又上招商会 嗯 能参加天海集团招商的 要么就是五星级的合作商 要么就是被天海集团认定的 有非常大潜质的公司 我们叶家 从来就没有资格参加呀 爷爷 那还不是叶木晴没有能力 他刚来公司的时候 说要让公司璀璨耀眼 就把咱们都带勾里去了 刚参加下午的招商会 很多问题也就解决了 嗯 我要几张了 哎我去 他真是张嘴就来 你不停啊 你买去过来 喂 颜总 能不能送几张 叶氏集团招商会的邀请函 嗯 好的 谢谢 邀请函马马上就送到 你这还眼上眼呢 打电话给颜如雪要邀请函 我爸都没这个本事 他是真不知道自己仔细体谅 没脸没皮的东西 是不是没脸没皮 咱们以后就知道 您好 请问这是叶木晴小姐 我是用请函 您好叶总 这是颜总 邀请函 天海集团的颜如雪 颜总 整个海州只有一个颜总 邀请函已经送到 我身回了 杨凡太感谢你了 你我是命中人啊 道什么谢呢 小杨凯 你说张本事怎么没早说呀 你还前面到这就误会 你不能放在心里头 嗯 邀请函是你弄来的 这 难不成是你要来的 还真是我 这是我和胡组长的聊天记录 您看看 周边 你可真厉害 我没没看见胡组长答应了 老爷子 胡组长这样身份的人 事情落实之前 是不会明年的 人家讲究一个务实 爷爷 您看胡组长也跟燕小发申请了 老爷子都差点被你骗了 你的骗术登峰造极了 爷爷 这可都是我们周冰的功劳 可不能被这个瞎子抢的功劳 贪天之功啊 杨帆 你好大的胆子 被拆穿了还有脸笑啊 脑子不正常 下午招商会 你们就知道谁的脑子不正常 谁的脸皮里程翔还厚了 走了 别别别我送你 怎么 你还想留他 放着陈少不要 对一个瞎子什么上心 你是怎么想的 你是夜市集团的总经理 代表他是整个业家呀 我看他敢走出这个门 为什么呀 他们把我送给你的臂戏 当垃圾一样摔碎 我没下令封杀叶家就算不错了 年总 能不能帮个忙 你想让我把业家的心急调高 正是 他们家那么对你 你帮他们干什么 我多次请你去天海集团认职 你各种理由推托 如今不惜求我 来帮助叶木晴 我是女人 我也会吃醋的 难道叶木晴 就是你经常说的 命中人 没错 我不信你了 如果不是他送我及时去医院的话 我的眼睛就保不住了 我也没有那么快复明 突然就能看见 确实让人费一所思 你重见光明 我准备给你庆祝一下 你的请求 我同意了 谢谢严谨 如果你只是缠叶木晴的身子 那就是对我的欺骗 你骗了我 我可不会轻饶你啊 严总 我就今天来检查一下卫生情况 今天保洁公路的一点也不认真 对对对对 表姐 别的我没听清楚 但是严总刚才说的欺骗两个字 我也听见了 那杨帆他 他就是个大骗子 这没想到 我们严谨也有参加天海集团招商会的一天 爷爷 这些都是周斌的功劳 一家人 不说两家吗 这是 天都无量 那可不是吗 叶木晴 你四处张望什么的 不会是在找那些残废吧 你真觉得那个废物赶来啊 他就是假话说的震天想 你有点脑子好不好 你越来越让我失望 哎呀 看不见那个姓杨呢 我整个心里都舒坦了 大愿从此以后不要见到他 杨帆 杨帆你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管不着 在叶家 有叶木行进的情况 这里可不是你能瞎胡闹的地方 叶木晴 关乎我叶家兴帅的重要时刻 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意义 叫他滚 杨帆要不你先走开 有你一个人在这 被他们欺负吗 你要气死我 爷爷 消消气 反正他没有邀请函 我进会场 不用邀请函了 硬闯啊 那你进去啊 回来 他进去了 爷爷研发他进去了 他怎么可能进去 难道他真的认识 颜如雪 他这个死残罪 怎么可能认识颜如雪 这样的大人物 你好 我是叶家 叶家不需要邀请韩 请定位 我们叶在天海集团 韩正有几个脸面的 哈哈哈哈 叶家人不需要邀请 岂不是说 杨帆这个死残罪 现在沾了我们叶家的光 杨帆他 杨帆杨帆我真的有烦 我进来了 怎么说 还不是沾我们叶家的光 到底要不要脸啊 沾你们的光 不然呢 这么隆重的场合 要不是我们叶家 一辈子都进了 还要过一下给我磕两个 叶家不需要邀请她 是颜姐还买的吗 颜姐 你怎么不喊人家颜妈呀 笑死我了 都喊颜姐了 可见你和颜总关系有多近啊 你倒是让颜总 帮叶家提升一下心急 木晴 心急平定的事你放心 我给你吃个定心玩 一定在三星之上 这么说 我们叶家还得感谢你不成啊 你们要是有良心 确实应该感谢我 大言不参 老爷子 跟一个疯子一般计较 岂不是正中想完了吗 中午我已经跟胡主管吃过饭了 胡主管怎么说 胡主管没有明说 但我听出大概意思 调回原来的心急 应该不成问题 那可太好了 爷爷 你说这个家没有周斌 可怎么办呀 谁对叶家重要 我心里清楚 木晴对你们叶家的重要性 是你们根本想象不到的 你不说话没人能把你当哑巴 胡主管来了 胡主管 叶老爷子 恭喜吧 你这是 叶家的心急上升到五心急 五心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胡主 胡主管呢 感谢我从何说起 胡主管 周斌叫您来 是您帮助叶家提升到五心的 我们可费感谢您了 你们叶家害无不成 胡主管何意啊 我可没自够让叶家上升五心 这样的话以后不要再说 杨凡真的是你 杨凡真的是你 我早教你放宽心了 你就是不听 小杨啊 你跟严总这么熟 得帮忙推荐一下啊 严总如果见到你 恐怕会发火啊 此话怎讲 你把价值千万的避洗 当垃圾一样的摔碎 换成你你气不气啊 不是 杨凡 严总很不好说话呢 对于厌恶的人来说 他是非常的不好说话 快点想想办法 严总过得下来 会连累周家的 敢连累我周家 我立马给你离婚 我真的爱你 只有一个办法 是求杨凡 你让我去求那个死残费 他敢叫人死 杨凡 都是一家人 你们别怪我 对不起 价值千万的避洗 就一句对不起 跪下 给木晴跪 木晴如果原谅你的话 我可以考虑不记得 是 让我给你跪 承受得起吗 死残废 承受得起吗 死残废 严荣 怎么跟前阳说话呢 是不是想离婚 你们看 陈金峰 竟然和天海集团的市场部总监在一起 这 又能说明什么吗 郑玉铭郑总是胡主管能比的吗 天海集团真正的高层 这个时间点 陈金峰和郑玉铭在一起 再看看咱们集团的星级调升合同 还不明白吗 你真是无药可救啊 你才无药可救 刚打了陈少 现在又抢陈少的功劳 你有几条命啊 你看我就说嘛 从一行直条到五行 那只有陈少他有这个能耐啊 陈家的实力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吗 先别说了 陈少跟郑总过来了 叶总 恭喜了 由我负责跟叶家的合作 以后还要多照顾呀 陈总照顾才是 木槿 天海集团的五星合作伙伴 是我送给你的第一个结婚礼 怎么样 喜欢吗 陈少 您的这份大礼 我们也就无以为报 爷爷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为木槿付出所有的一个 陈少 睁大眼睛看清楚 什么才是 可靠 男人啊 还得选陈少这样的 可像某些人 这瞎子 怎么还在这 谁知道呢 就像个狗皮高药一样 他说是他的功劳 把叶家提升到了五星期 他让我下跪 我看你啊 是活腻了 你的眼睛已经出现不适了吧 没事 净沙子而已 特别喜欢木槿是吧 我告诉你 我追木槿也就是图个新鲜 等我追到了 我会把他送给很过来 气不气 郑总 天海集团跟叶家能成为五星级合作伙伴 是因为谁我想您最清楚了 我的确知道 肯定是因为陈少啊 是杨先生 杨先生 哪哪个杨 绝对不可能 郑总 您把 陈跟杨搞错了吧 是陈是杨 我还能搞错了 陈金峰 看在你是陈家少统的份上 我和你多说了几句话 别以为你就可以随意羞辱我 你父亲与我谈的合作 没有必要继续了 来政府哎 政府政府 小杨 你啊 多喝点紧张啊 这个 哈 啊 我知道是哪个杨了 我辜负着电话 我姑父就姓杨呀 对 我想起来了 咱姑父就是天海集团最大的供应商 姑父啊 你最近是不是和天海集团的阎总聊过星级平定的事情啊 打了个电话 应该有点用 叫叶老爷子放宽心吧 平定结果已经出来了 五星级 五星级 没想到阎总这么给面子 哈哈哈哈 你这下总没办法再抢了吧 你们这帮人呀 爷爷您不能因为一个电话 你想说什么呀 你被一个男人玩的是团团转 我看你啊 是没有能力再担任总经理了 我宣布 从此刻起 叶是集团的总经理 叶如 谢谢爷爷 老爷子明智 我看是愚蠢吧 你 老爷子 你生气就上他的套了 我现在是总经理 你已经没有资格签合同 爷爷 滚 给我滚 木晴 相信我 他们会求你的 叶木晴就是因为太消极你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不用太久 你们都会求木晴 我求他 我要是没求你扣乱自己的嘴 你要是求了呢 我叫你爸爸 好 那你就等着叫爸爸吧 走 木晴 别再跟着我了 我想自己一个人见一见 这样的亲人 不值得你伤心啊 如果没有了叶家 我帮你再造一个叶家 把你的命中人哄开心了吧 说来话长了 上条到五星 还不满意 叶家的胃口不小啊 严姐误会了 叶家都是一帮脑子有问题的人 过河拆桥 好吧 我叫正义员签合同的时候 指定业务情 那就太感谢了 哎呀 真羡慕你的小命中人啊 来 帮我按了 哎 好 什么 行 我这就过去 怎么了 有点事 看我对你一起去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你决定不了啊 我表姐的决定 是你蛊惑的吧 需要我蛊惑吗 整天骗这个骗那个的 我表姐不想受理念的牵连 陈寅峰又跟你下命令了 所以你怎么行 总之滚蛋吧 让我走简单 让程姐亲自跟我说 不要太关心了 表姐 出来一下 你明天不用来了 工资已经打你卡上了 杨帆 我就是个寡妇 你心心好 快上车 表威 我们是不是误会杨帆了 假如他不是靠骗 而是真的获得了严总好感 那么好 他飞上这头便疯狂了 为什么不死死 刚刚摩世很光荣吗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怕哪天被尸破了以后没犯 马上就要施工了 为何突然出变工 严总 是黑金帮的王虎从中作改 黑金帮 天海集团与黑金帮从来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黑金帮为什么突然发难 还打伤我们这么多人 还没查出来 不过 王虎放我出话来 说三年里 这块地儿谁也动不了 这块地皮 是集团的重重之重 别说三年了 就连三天都等不及 新一块第二次原因 是 严总 王虎带着黑金帮帮重 就快来了 你赶快离开 我马上调人过来 有我在 王虎不敢动眼血一根头发 你知道王虎是谁吗 黑金帮 下一任帮主的有力竞争者 东大街的猛虎 就算他是海州的猛虎 到我这儿他也得变成一只乖巧的猫 小子 吹牛夜得分个十号 严总是何等的宗贵之人 他不能出一丝一毫的风险 严总在这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严总要是出了事 我和你都但待不及 严总 再不及就来不及了 严姐 相信我 今天我帮你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看你只是王虎带人吧 都退下 严总 退下 你能帮我解决什么 幕后指使人以及正常开展 我能信你 你是我姐啊 好 我不走 严总 你可不能拿自个儿开玩笑啊 我现在百分之百的确定 他肯定跟王虎认识 你认识王虎 认识啊 他就是王虎快乐的奸细 都愣着干什么 苏贤总离开 这不是闹着玩的 严姐 你就不能信我一回来啊 信你这个奸细做什么 给我拿下 别想王虎来了 啊 我 我吴严总 还有机会 我已经弄死你 跟着不听了 老子说过 不想在这看到天海集团的人 你他妈当老子放屁呢 天海集团买下这块地 你说这话没有任何的道理 在海州 老子就是他妈道理 把你带着你的人滚毒着 否则老子不等这两个 都他妈跟你信 啊 杰总 呀 惊弄了严总 兄弟们 你们平常很难见到严总 睁开你的大眼骨子 瞅瞅 严总长得带近不 带近 黑金帮多次发难 我想知道 严路 严总 虽然说您长得很带近 但是我这个人做人做是有自己个的原则 你的原则值几个钱啊 你的原则值几个钱 你他妈在说什么呢 杨凡 我教你当贴心人 你别害我 严姐 少安慕躁 你什么东西 在摩托虎哥说话上 你这一片了 范哥您啥钱来的 没什么早饭 范哥 受人之托 不过我有原则性 我不想听原则 你告诉我是受谁所托 范哥您看这样行不行 严总 我敢保证以后 没有人敢到这里来骚扰 可以 范哥 严总都说可以了 受谁指使 严总 天海集团受的损失 由黑金帮一力承担 并且我会派个人来协助吴队长 我片头洞犯了 口气帮我安安 范哥您别逼我 我还就逼你了 你觉得这几个人够我打的吗 这真的是原则性 狗屁原则 我就数三生 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啊 三 杨凡 二 行行行行 服了服了哥 陈家 陈进风 陈进风 吴队长 在 告诉郑宇 断绝与陈家一切合作 对陈家 全行业奉赏 是 小小陈家 也敢作恶 范哥 我单位还有事呢 我那就回去了 去吧 谢谢范哥 我回头派人就来协助吴队长 向左坐 起步走 杨兄弟啊 我就是粗人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吴队长也是为了我的安全考虑 对对对 是 吴队长真是有得人感 安安保部副经理移职还有空缺 你点上 谢谢颜总 谢谢杨兄弟 能看见你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没想到像王虎那样凶的人都怕你 我就说你不简单的 可惜啊 你总提什么命中人 我回到公司 回头找你 好 慢走啊颜姐 他很漂亮啊 说什么命中人 都骗人的 你是不是吃醋了 你知道那什么吗 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那是颜如雪 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董经理才能坐的位置 舒服吧 特别舒服 嗯 那就让我好好干 爷爷 一会郑总亲自来签字 我该注意什么啊 老师礼貌就行了 千万不要低人一等着 周平说的对啊 大大方方 呦郑总 郑总您好 叶总呢 我现在是 我现在是叶氏集团的负责任 我负责签字 严总指定叶母亲小姐 郑总 郑总 我一定不会让天海集团失望的 我再说一次 这份合同 只能由叶母亲小姐签字 当然 你们也可以不签 二十分钟后 不见叶母亲小姐 叶家将失去与天海集团 合作的机会 这 赵燕 快给你姑父打电话 快打呀你 哎姑父啊 郑总来了 但是他指定叶母亲签字 叶姐有识利评五星嘛 好不容易得到这个机会 你管谁来签字呢 跟母亲歪去吧 干嘛 求人要有一个求人的态度啊 手机给我快 一个电话你就过去 以后他们还是不会珍惜你 不接我电话也就算了 爷爷 他连您的电话都不接 叶母亲这是要造反呢 你去 把母亲求回来 什么 让我去求 你不去让我去 叶如 还真是你去比较合适 而且现在时间不多了啊 你就是跪着 也得把他给我求回来 去呀 叶母亲只是签字工具人 总经理还是你的 只是委屈之一时 又怎么怎么样啊 好 我去 杨凡 叶如他不会来的 更不要说以求人的姿态了 他会来的 你不了解他 我太了解了 又是关其听声 没错啊 就像你那么有能耐 看得出我现在很不高兴吗 对另一半也用橡树 那也太没意思了吧 谁是你的另一半了 很快就是 你所谓的三天 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 我 这么着急做五年一半了 谁急了 是你急了吧 是我急了 叶母亲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和他纠缠在一起 郑总已经到公司了 爷爷为了你能见证叶家的辉煌时刻 已经将签字推了二十分钟 还不跟我回去 郑总还签合同了 那可不 还不跟我回去 好的 杨凡 死残废 到底要干什么 只要叶家能好 别的我都不在乎 杨凡 你是想阻止叶母亲 见证叶家的辉煌时刻吗 你要是真为母亲好 就让他跟我回去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郑总指定母亲签字 所以你来了对吧 瞎说 是爷爷 二十分钟啊 你快去坐起来 母亲 是怎么错了 姐姐知道你一直都是为了叶家好 你就跟我回去吧 你认准了母亲 会为叶家付出所有 所以毫无估计的欺慕对吧 我没有 我希望叶家更好 你把母亲当家人了吗 过了时间 再想成为天海集团 五星级的合约伙伴 肯定没那么容易了 到底想让我怎样 下跪吗 杨凡 听我的 跪不跪 好 我跪 狗男女 你们给我等着 不行 姐姐这么做 就跟姐姐回家吧 杨凡别闹了 姐姐不行 叶如 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 我都下跪了 你是不是得喊我一声爸爸 是不是喊我一声爸爸 你 杨凡别闹了时间不等人 好 对对对 如果他要是喊我爸爸的话 沐晴就得喊我 杨凡 哎呦 哎呦 沐晴回来了 快来见过郑总 郑总 久等了 合同上新加了些条款 叶晴姐先看看 那麻烦郑总再等一等我再看一看 看什么看啊 赶紧把字签了 郑总可是很忙的 就是 郑总都等了二十分钟了 目前啊 不需要看了 我们相信天海集团 叶晴姐慢慢看 我不急 天海集团让利 这是 等了 比其他合作伙伴高出十个点 是严总的意思 这对我们业家太照顾了 能不能别走一惊一乍的 能不能先把字签了 每月与严总和字下 也是严总的意思 好 没问题可以签了 这个字 目前还没法签 这个字 目前还没法签 你是谁啊 在这里大呼小叫 敢阻止业教和天海集团的合作 快说你是谁派来的 郑总啊 别误我 他不是我们业界的人 代表不了我们业界的态度 我这就叫人把他抢出去 等等 我倒是想听听他是什么意思 郑总 正常来说 跟您对接的都是什么职务啊 最起码总经理一职 那如果低于总经理一职呢 那就是瞧不上我天海集团了 既然瞧不上 那就没有合作的必要 那如果跟您对接的 连公司员工都不算 又当如何 羞辱我天海集团这 全行业封杀 对了 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们刚才说 叶木青小姐 已经不是叶氏集团的总经理了 那么 这份合同不能签 死残废 你要存心害死我们叶家吗 好恶毒啊 也许我我没说清楚 木青啊 只是短暂的休假 今天休假结束 他依然是我们叶氏集团的总经理 爷爷 这怎么行啊 中罪 叶氏的总经理 只有木青一人 对接人必须是叶木青小姐 这是硬性规定 如果老爷子同意 我们现在签字 还不签字 对签字 你个外人 赶紧从我们家滚出去 叶总都没赶我 你有什么资格呀 是不是非得喊我爸爸你才舒服呀 你 行 你走瞧 今天挺开心的 我们就 被受他们影响了 对了 路边那个女人 倒是这样 严总啊 一般人都很难见到严总的 不过呢 合同上写了 每个月与她喝一次下午茶 到时候 看我怎么揭穿一下 对 我等着你揭穿 你帮我药获的总经理的职位 还让我出了气 我该怎么感受你呢 一身相许就行 喂 爸怎么 你还有脸问怎么了 天海集团要对我们陈家行业封杀 你个不孝子 害死陈家了 黑金龙不是说有原则吗 谁这么防护啊 你来干嘛 看老子笑话 我这是关心陈上 行啦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了 我想取代叶母亲的位置 凭什么报名 我要是当上总经理的话 叶家对陈家也有帮助 天海集团对我陈家封杀 损失无法顾量 我这继承人的位置肯定不稳 但如果便想拿下业劲 想让我帮你 我倒也不能 陈上能操作啊 没问题 合作愉快 陈上 尾封杀 这是医院 嘘 帮助要的就是你 哎 你看不见啊 你要去哪我送你吧 我不知道 知道了 我开了个按摩店 你如果愿意的话 我赏你口饭吃 你复明了 就别去按摩店上班了吧 我就是想去也去不了 我被公司开除了 没关系啊 你可以来给我做秘书啊 难秘啊 别嫌弃啊 行吧 既然你不愿意以身相绝 那我就以身相绝了 这是公司 别乱说话 别动 是吗 叶木晴 好你个叶木晴 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不管 在这里和这个残废轻轻握握 公司出什么问题啊 爷爷您看 叶木晴就是这么当总经理 叶家迟早毁在他手上 办公室是给他谈恋爱的地方吗 我们家叶如不比他强百倍 叶木晴 今天这个事不解决 我就是不跟天海集团合作 你赶出去 有问题说问题 净扯没用 这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你还没去叶木晴呢 就把自己当叶家人了 怎么 说了问题你还能给解决 或许可以 你肯定说可以啊 反正吹牛不要钱 你们别吵了 爷爷 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了 咱们才和天海集团签完了合作产品的申请就被工商署打回来 刚送过去就有结果了 这还能有假啊 你是住工商署吧 怎么 想把合同不通过的锅甩到我头上啊 不是跟你没点关系啊 爷爷他要打我 我看看敢 叶木晴 你到底能不能管住他 你敢动我老婆一个指头 老子跟你拼命 你为他这么拼命 他却给你头上戴了一顶帽子 有什么意思啊 别胡说啊 他疯了 你别听他胡说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哎呀这顶帽子 绿油油的 上面呢写三个大字 陈金峰 陈金峰 你等不免我 我跟你拼了 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张口就来 你是知道的 照片 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的话 而不相信你自己的媳妇 硬不清 你管不住的就别带他过来 现在公司面临大问题 这是我们首要解决的 对对对 公司的大问题 罗宾 我办案吧 公司这么快就把申请书给打回来了 不是常见的流程 咱们业家被人给搞了 所以现在最主要的是找出来谁在搞鬼 还是周冰有见识啊 那大家就想想看 业家最近 得罪着谁啊 我们一直是陈信经营 没有得罪谁啊 你想想你自己吧 我 陈建 陈少对你死心塌地 你拒绝了陈少不说 他把这个男的带来恶心陈少 陈将利用自己的势力来搞垮我们业家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啊 嗯 非常有可能 业家因为你 受了多少难 业家没有沐晴 你们什么都不是 你不如说业家没你什么都不是 你这么有本事 就把问题解决掉 沐晴 我带你去处理问题 爷爷 你看公司发生这么大的事 他俩去约会 姚强 你到底知不知道情仲 两个小时 两小时不回来 怎么就去勤困 你老婆身上有股药水味 陈清风注意了 周斌 别听他胡说 哎你去哪 老夫妇查一下 追上我业家 爷爷 你看见了吧 周斌才是对我们业家真的上心 你跟陈清风之间到底有没有 没有 你这么急着回答我干什么呀 哎呀你呀 直接去工商署有用吗 绝对有用 而且是效率最高的 你穿这样 是不能见江主任的 那要怎么穿 这样还差不多 嗯 你什么你 求人啊 就要有求人的样子 犯个事 是要衣衫不整吗 哎 不再要衣衫不整 叶母琴还在坐在江主任腿上求呢 你有意见吗 江主任 叶母琴带着个野男人打我 谁打你了啊 江主任你看看 捧死我了 就是他 那叶母琴带着个野男人打我 是他把我的衣服往下拽 那叶总觉得 刘蜜就活该被打了啊 找你办事需要坐在你腿上吗 你说对了 坐在我这儿说 要是不做 那你叶家所有的申请 都会第一时间 不通过 你怎么可以这样 这就接受不了了 先打自己两耳瓜 去 啊 啊 他 哈哈 啊 叶家不得了了 啊 现在不是 揍我腿上的事了啊 叶母琴 拿着这张房卡 到房间等会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还不快拿着房卡去酒店 江主任能看上你啊 是你的福分 还敢打扇 看我们把你叶家 挖挖卡死 啊 啊 啊 这么好 他 叶家叶母琴 带人来闹事 看把我这和刘明一块打的 老板 给你拿回 因为上次有些气候了 刘明拿回感激我们 你听听 这这混账都一样 还向你感激他吗 这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叶母琴来办申请 我就讲了几点规矩 还就 道主大人 刘先生 来你们工商署办事 需要先现身 这够稀罕的 什么 你看 这个江主任 这个江主任 让沐晴在酒店的房间等他 否则他要 卡住所有叶家的申请 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 还有这种事 来 胡说 胡说 这两个害羞在乎 等 等 不是我要表达叶母琴的事 陈家 陈英风 要我这么干呢 这是审核通过的申请品 以后叶家的一切事 都由我来负责 谢谢 其实该说谢的人呢 是我 是医院了 先生药果然十分有效 医生跟我说 再过一周 我就可以计划小孩子了 那刘先生 得抓紧找个新媳妇了 先生说的是 好 那就不打扰了 我送你们 这两钟头都快过去了 怎么还不回来 打个电话 爷爷 你不会真相信叶母琴 带着那个废物 能把事办成办 办不成 他不也得办吗 好不容易 拿到了五星级合作伙伴的 名头啊 爷爷 一看就咱俩在这干着急 他俩不知道哪快回去了呢 那你说咱俩 爷爷 你把总经理这个月去 给你 经历就能解决 我不想给你吗 这是天海集团的 硬性要求 爷爷 天海集团只是说说而已 都看真当真了 是 要不这样 每次天海集团对接的时候 让爷爷不想说那么难 就 就这样 还知道回来啊 爷爷 一个半小时 找个酒店 一来一回 就得一个多小时 到了酒店再洗个澡 你们还剩下什么时间 你也就这点能耐 我的能耐怎么样 你想象不到 陈金峰的能耐你是清楚 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 都会有你好看的 盈文强 让出你的总经理位置 爷爷 平时不需要你来公司 和海天集团对接的时候 你就露个面 木晴为叶家付出了这么多 最终就当个吉祥物 此事已决 叶老爷子 过后拆桥的能力 可真是强啊 叶木晴 要不是看着你流淌着叶家的血 你早被赶出门了 还带着个外人 在爷爷面前说三道四 这么良心被狗吃了呢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都没处罚 就算不错了 老子 适可而知吧 不要说东西解决了呢 对 你能解决我叫你爸爸 天王老子来了 今天你也得喊我一声爸 好你个叶木晴 竟然敢造假 你造假我看看 真的通过了 不但通过了 以后叶家的每一笔审批 刘明达都亲自办 工商鼠衣把手 刘明达 是的爷爷 木晴 你做得不错呀 你还要取消 木晴的总统的日子吗 木晴啊 刚才爷爷有点急 你得理解 咱可不能因为一个外人 影响了咱爷子俩的感情 刘明达能亲自审批都是刘明达的 他一个按摩店的服务员 怎么够得上刘明达的 爷爷 咱们集团现在是天海集团的五星级合作伙伴 刘明达是看好咱们现在给咱们压住呢 关他屁事啊 爷爷说得不错啊 可是爷爷 你真的放心把咱们叶家的家产交给应勤管理啊 你看他被那个残废天天耍得团团转的样子 喊爸爸 想的美 混账 滚 我有你跟陈进风俎搞的证据 要不要拿给周边看啊 你以为我不信呢 咱们可以打个赌 我如果走出办公室之前你没喊爸爸 你就可以去明镜区门口等周边 爸爸 你瞎叫做什么 爷爷 那赌服输啊 叶木晴 我叫你男人爸爸 叫做什么 哈哈哈哈 我乱了 我乱了 你好好在那把椅子上多坐几天 因为过段时间 他就是滚了了 说什么命中了 电话都不接 喂 哎严姐 你刚刚说按摩店停业整顿了 良凡 灵灵 按摩店停业整顿了 不是停业整顿 是 什么呀 发生什么了 承姐被人赶走了 姚薇干的 姚薇说 店里面人大难 为了陈姐的安全 叫陈姐把按摩店转到她的名下 姚薇拿了按摩店直接把承姐赶走了对吧 杨凡 陈姐太可怜了 这个姚薇 非得找死 盛夏 你来我家里干嘛 我帮你当亲弟弟看 你去抢我的店 我当初那么信你 那是你傻 我说话告诉你 要不是杨凡那个死家子给我倒完 这店早就是我的 姚薇 你怎么可以这样 赶紧滚 好吧 别坏了我的心情 小心我打你 这店我可以不要了 但是他们得留下来 你看他们几个那歪花裂扫的那样 我不嫌恶心 客人还嫌恶心呢 我的店都得是美女 这样吧 你把她玲玲给我叫过来 我把她留下 其他的都给我滚 姚薇 你让他们没了工作 他们可咋活呀 你过来 我他妈给你脸了是吧 姚薇你怎么给你打成姐 成姐是你表姐 你还是不是是个人 门蛋我跟你 不要打架 跟我说说来 跟我说 我现在又给执法队打电话了啊 万一我全都抓起来 你叫人抓我们了吧 瞎子你还没死啊 从老子店里滚出去 没个眼睛看到这是你的店 白纸黑字 成瞎先的字 是不是我的店 杨凡 成姐对不起你 这店我不要了 听到没 还不滚 老子跟你拼 成姐把你从乡下接过来 给了你主管的位置 你在店里作威作福 成姐给你最大的宽容 成姐给你付了首付 在城里买了房吧 成姐说过很多次 当他老子会把这个店送给你的 你亲妈能这么对你吗 你她们怎么对成姐的 哎哎哎 好 好 杨凡 别打了 行行行 打了老子还叫好是吧 全都把你们给抓进去 打得好 严总 交给王律师吧 能判几年啊 能判几年啊 非法侵占他人财产 数额过大 判个二到五 以我的能力 十年八年也不是问题 那就照着十年去处理 包严谨短短短 严总 严总是你饶命啊严总 严凡 你刚来的时候 我们俩关系 不是过去 都给你这些地方 都是陈希哥 做自受 表姐 表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表姐 我不想过了啊 急不去给严总求求姐儿表姐 把她扔出去 严总谢谢你 不客气 说起来呀 我还得感谢你呢 要不是你这个店 我也认识不了杨凡 先走了 杨凡 丞姐对不起你 哪个话呀丞 要不是你给了我一个工作 我都不知道会死在哪个杆栏里 杨凡 这个店 丞姐送给你 以后就要叫杨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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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说 这个店是你账为了为你 这是你的唯一的念想啊 啊 没事以后多帮着丞姐 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你不回来上班了 我不回来了 我常回来看看 拜拜 咱这小小的店 倒是把它给困住了 等一下我找个人 给咱们签一个赠户协议书 从今天开始 大家都是老板 让我们一起把这家店 做大做强 好不好 好 谢谢 今天是我的生日 同学考的影子都不见 说什么三天 杨凡不在啊 你生日他都不在 我给你个礼物吧 看看谁才是珍惜你的人 快点来看看 看看他和多少女人有关系 他就是一个渣男 他是骗人的 他本来就是个大骗子 你才知道啊 为什么这样 你傻呗 不过呢 闪眼有傻福 陈少现在在楼下等你 他要当着全公司的面 向你求婚 还不快下去 陈少说了 你不下去他就不走 你要闹到满城皆知吗 你怎么也在 陈少想让咱们一家人啊 见证这个事 你看人陈少对你有多好 你说你赖着不下来 你想让我等到老死啊 爷爷 你跟陈天公真的不合适 不合适 那你跟谁合适 杨凡吗 他现在都不知道 在和哪个女人私混 叶母亲 你可长点心吧 哼 你可长点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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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长点心 你可长点心 沐晴 曾经我确实是个混蛋 我也以为我会一直这么混蛋下去 直到我遇见了你 你的一领一笑在我们脑海里挥之不去 你就是个天使 沐晴 嫁给我 这么好的男人哪找去 还不答应下来 如果你不答应 我就跪死在这 那你就跪死吧 杨凡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我要是再不来 你就要嫁给别人了 你就是来了 他今天也得嫁给我 我的命中人 也是你能染指的 叶母亲 他又在花言巧语 他的命中人 可多得很呢 这儿就一个 带着第一个命中人 找第二个 杨凡 我这方面真是不如你啊 你明明自己有女人 还来招我们家沐晴 小混蛋 当我们叶家没人吗 你没有误会了 我是颜如雪 你是颜如雪 我还颜如雪他妈呢 我记住你 我是被夏大的吗 叶母亲 我最后问你一遍 我最后问你一遍 你到底要不要这样 抱歉 你去找别的女人吧 好 我以陈家邵董的身份在这儿宣布 我们陈家将会动用所有能量 对叶家进行封杀 爷爷 你快劝劝沐晴啊 叶沐晴 我命令你 答应他 你们知道我陈家的能量有多大吗 秋后都骂着 蹦的不了几下 你敢说陈家 爷爷 陈少生气了 可别让这个废物毁了咱们叶家 陈少 娘帆跟我们叶家没有任何关系 听听吧 你啊现在就是过街的老鼠 跟狗皮膏药一样黏着叶家 有没有点羞耻心 你在这里逼婚就有羞耻心了 我有陈家做后盾 你有吗 别说你不知道陈家被海鲜集团封杀的事 我知道不知道 陈家即便是真被封杀了 也不可能是你这种低贱的人知道的 的确是我发的话 而且已经在进行了 杨凡 你要找就找个专业的演员 带着你这个女人在这乱说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郑总 您来了 这有个女人冒充严总 简直十恶不赦 严总 你终于来了 否则这些人都把我当成破烂火 叶家有眼不识泰山 我看着合作 没必要了 羞辱严总 就是羞辱我整个天黑集团 恳请严总断掉于叶家的一切合作 郑总啊 不是不是 严总 是我呀老糊涂了 你千万不能断了两家的合作呀 严谱 你还不给严总道歉 严总 我 几句三话而已 不至于断了 但是 这个女人 不能参与叶家的任何业务 否则 两家的业务往来 真的要断了 严总 我发誓 从今以后 严谱不再是我们严家的人 严严 很好 就这么办 郑总 咱们 天黑集团对陈家进行封杀 就在今早 我们的法务部 发现陈家 参与许多黑色行业 执法队已经控制了陈家 大半数人 很快就会人来抓你了 什么 陈家 没了 不会的 我陈家不会就这么狗下 不会 要不了几天我陈家 还是原来那个陈家 都那个时候 你就完蛋了 你还是关心一下 死的眼睛 我的眼睛 是 像你说的 第一天睡了不舒服 第二天视线有一点点抹 现在已经第三天了 你说的疼疼难忍 是哪个 更别说要我把自己眼睛抓瞎 哦 对了 医生都说了 这只是非文症的一种 是啊 什么 抬头看 啊 喂我的眼睛 嗯 杨凡这是怎么回事杨凡 真的 我不会再碰烟雾区了杨凡 你帮帮我 杨凡是大 你再知道错了 还有 还有 这个叶如我也上了 甚至帮你报仇了吧 这是什么 啊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啊 爷爷 爷爷 想把你快过来看爷怎么了 啊 啊 啊 爷爷 爷爷 哎呀 爷爷 我不该天心 毕竹的诚意呢 你 才是为了爷爷的那个人 爷爷 错关系 爷爷 爷爷 我们先把身体养好 不原谅爷爷吗 没有 不原谅爷爷 不原谅爷爷 小言啊 从咱们第一次见面 你说 确实真的 从今天起 我把母亲 叫在你的手里 也把整个业界 交给你 郑总 把爷爷扶到屋里去吧 严总 我以为杨凡花心 之前以为你是 我倒希望他能发心 然而呀 他心里只有他的命中人 硬性小姐 どうしよう 三天已闹 严莫勤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人 哎呀 什么愿意做你的女人啊 一点都不好 不愿意我说走了啊 我愿意 我愿意 拜拜